各位评判老师,各位同学,大家好,我是编号第三号,今天我要朗读的篇目是,第一篇,桂花语,齐君。 中秋节前后,就是故乡的桂花季节,一起到桂花,那骨子香味就反而闻到了,桂花有两种,月月开的称木析,花朵叫细像,呈淡红色,台湾好像也有。 我曾在走过人家围墙外时,闻到这股香味,一闻就鸣起香口,另一种称金柜,只有秋天才开,花朵较大,成金黄色。 我家的大宅院中,前后两大片矿场,沿着围墙,种的全是金柜,唯有正乌大厅前的庭院中,种的两株木析,两株绣球。 还有,父亲书房狼颜下,是几盆茶花和木析香间。 小时候,我对无论什么花,都不懂得欣赏。 尽管父亲直至点点地告诉我,这是灵枭花,这是叮咚花,这是木壁花。 我除了寄这些名称外,最喜欢的还是桂花。 桂花树不像梅花那么有姿态,笨笨拙拙的,不开花时,只是满树茂密的叶子。 开花季节也得仔细地从绿丛中找细花。 她不许反花斗争,可能是桂花的香气味,真是迷人。 迷人的原因,是她不但可以闻,还可以吃。 吃花在诗人看起来是多么俗气,但我尼克俗,就是爱桂花。 桂花,桂花,真叫我红千梦营。桂花是糕饼的香料。 桂花开得最茂盛时,不说香文十里,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,没有不尽在桂花香里的。 桂花成熟时,就当摇。摇下来的桂花,夺朵完整。 我的朗读到此结束,谢谢大家。